最近美方的战略研究中心,在公开了一组微星的图片,其内容与我国第二艘航母的建造有关,一时间引发了大家激烈的讨论。 之后,美方又发表了一篇文章,这篇文章对003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,同时也公开了该航母的更多信息,排水量段突然增加到了数万吨,也就是从辽宁建的6万吨,涨到了8万吨,并且排水量在满载时,也能够达到8.5万吨了。 与美方的效应号比起来,我国的这一艘船性能要更加优秀,并且其还配备了三部电磁弹射的系统,这是由我国马伟明的团队进行建造的,能够对其功率进行很好的调整。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发,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,艰难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,去年我国电子发射的装置,就已经研发成功了,之后也会被装配到各个潜艇上,003型也将要配置上,所以这也说明各个型号的建载机也准备完毕了。 由于我国走的技术路线与美方很不一样,所以,美方出现了一些问题,我国会尽可能的避免。 目前美方同时拥有着三艘这种类型的舰船,不过很快我国就会打破这一局面。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,我国还有着十分远大的目标,未来也将继续努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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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